要避免腦部的病變 要從血管的彈性開始來改善 主廚今天用大蒜跟毛豆芽 來做一個牛肉的料理 我今天要做一道 就是蟹粉牛肉 這一道是蟹粉 茄子牛肉 其實蟹粉牛肉 是一道很經典的菜 但是我稍微要改良一下 做茄子的口味 蟹粉就是整隻螃蟹挑下來的肉 像我們那種知名 這個叫做蟹粉 蟹粉 就知名的連鎖小籠包店 會有蟹粉小籠包 就是這個螃蟹 把它挑下來的 首先一樣在鍋子部分 稍微給它溫熱一下之後 放上苦茶油 苦茶油 對 苦茶油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現在先炒的是蒜頭的部分 蒜泥的部分 蒜頭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去給它做一個加勒的動作 好 當然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把木耳的部分去把它炒香 其實木耳也有香味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去 把它整個香味炒出來 炒出來一樣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留一下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很鮮草木耳 對 另外其實我在處理這些食材的過程 還有一個就是小松菜的部分 我稍微去給它燙過 燙過 等一下做底 你看我在炒肉類的東西 很喜歡在盤子底下 墊一點蔬菜 但是蔬菜也不要做過度的烹調 到時候我們這肉 可以夾著蔬菜一起吃 好 我們現在把番茄冰的部分 放進去 現在就放進去炒是不是 去把它炒到軟化 香味把它炒出來 隨時要炒一陣子 對 沈醫師怎麼開始要料理 看起來都是大菜 又有牛肉又有蟹粉對不對 可是我們不要忽略那個小東西 那個小東西就是像大蒜 毛豆 大蒜我們都知道它有這些殺菌的效果 像台大醫學院他有一個研究 他發現說它裡面有一個 這個氧化三甲胺 就是說我們常昏食的人 會產生這些東西 然後影響到我們的血管健康 所以利用像大蒜 它可以抑制腸道進去 產生這樣的東西 所以對我們的血管 是有一些一定的保護作用 再來就是毛豆 毛豆裡面的營養素又更多 有的人把它拿來當減肥菜 毛豆裡面有什麼 譬如說像是甲 磷 鎂 維他命E 維他命B群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它對於抗氧化去保健 我們的血管的彈性 是有很好的幫助 我們現在把滴鈴番茄醬 把它放進去 去把它做一個拌炒的動作 我剛剛加的是魚膏湯 魚膏湯 魚膏湯把它加進去之後 把茄汁放進去 接下來把香菇 素蠔油 香菇 素蠔油 把它放進去之後 一樣再讓它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 炒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們把它炒到 有一個濃稠度 讓它旁邊的泡泡開始變小顆 就可以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這一個 牛肉放進去 今天挑選的是牛的里肌 里肌肉 牛的里肌肉要把它放進去 跟這個醬汁拌炒在一起 OK 我們現在把牛肉放進去 直接鋪上去 對 讓我們牛肉加得非常多 是 把它放進去之後 在鍋子裡面就把它做一個拌炒 難怪古斯會長到2萬點 牛肉加這麼多 對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一樣保持在中大火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肉的部分 把它炒到片片分離 不要讓它 黏在一起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醬汁的部分越炒越濃稠 對 拌炒到濃稠的時候 把這個蘆筍的部分 蘆筍 這也是燙過的蘆筍 燙過的蘆筍 蘆筍生炒不會好吃 會要先汆燙 對 纖維會有一點粗 所以我們把它在鍋子裡面 繼續去給它做一個翻炒 一樣開始沒有什麼湯汁 然後把它 讓它跟這個牛肉的部分 湯汁都快要收乾了 對 完全包在一起 好 另外我們準備 開始關小火之後 把剛剛把這個 我們小蔥奶放進去 燙熟的 放進去之後 一樣在盤子裡面 就要做一個墊底的動作 墊底的一個動作 第一個 把這個菜的部分 把它拖高 第二個就是讓它增加 它有一點顏色 毛豆的部分切碎之後 毛豆 切碎的毛豆 對 打進去 因為毛豆的部分 稍微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留一下 放進去之後 一樣讓它開始香味出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關起火源之後 把它放在上面 好 還沒好 你看其實 把它放進去之後 最主要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什麼 要把它放下去 你知道是什麼嗎 蟹肉粉 對 最貴的蟹肉粉 這個蟹粉的部分 再把它放上去 其實這道菜就完成了 OK 我們現在幫你 保護腦血管的料理 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蟹粉茄脂牛 螃蟹與牛肉的雙重組合 搭配上富含礦物質的 甲鎂的毛豆 酸甜滋味滑嫩入口 幫你增加血管彈性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 接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去肯定 謝謝大家